S是优异产品的基础 而H-Log科技 我们后面要介绍的H-Log科技 则是New Skin产品的灵魂 所以不同于传统的 对于表象的一个修饰 New Skin这个H-Log科技 是寻找衰老的根源 实际衰老的根源 从而让我们每个人看起来 感觉起来 以及实际上由内而外的 去更好 那衰老的根源是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基因 那基因来自于父母 决定了我们的身体发肤 我们在座的这里 华人圈对吧 有着我们都有着 你和我有着相同的肤色 头发眼睛的颜色 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基因 是相同的 这些呢是永远不变的 那它这个其实就是同样的基因 通过表达 获得了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状况 但是呢 有一些东西在改变 我们从小到大 长大 从一点点的小 从一个细胞开始 变成胚胎 变成婴儿 变成小孩 变成人 然后长大变老 那有的时候 作为我自己一个个体 有的时候精力充沛 有的时候状态不佳 有的时候瘦 有的时候胖 会不会 那这些是什么在变化呢 是我们这个同样的基因 它的活力不一样 它的表达不同 有的可能就是说 在有的基因在某一段时间 表现的比较安静 沉默 有的时候呢 像我今天讲话比较多 对不对 那么 这个 它每一个基因 它表现的状态 就决定了我们的身体状态 所以 如何去了解基因的表达 其实非常的重要 那基因表 基因呢 它其实我们人体当中 有两万千的基因 对不对 那这个表达是 是怎么样去了解的 其实是有一个测量的手段的 这个东西呢 叫做基因芯片 那基因芯片 它的这个 就看到当中这个蓝色的 黑色的区域 一个小方块的区域里面呢 它承载着 两万五千个基因的数据 当它和样品进行反映了以后 我们再去 对它的这个 反映强度进行扫描的 就会看到右边这张图 右边这张图上是有 像星空一样 闪闪发光 是不是 大家会觉得 这些是什么 这个就是基因表达的数据 它有的强 有的弱 那如果把它进行一些转化 用就是把它不同的年轻的时候和衰老的时候 去不同表达的基因 把它挑选出来 并且呢 放在一起 用红色的代表高表达 用绿色的代表低表达 我们就会看到啊 他们有着不同 完全不同的表达谱 对不对 那问题来了 就是如果您 作为这个屏幕前的您啊 思想自己的基因 表达是在左边这个 还是右边这个 年轻的这个 和衰老这个 大家说这不是废话吗 我肯定希望 我的基因表达在我的左边 对不对 是年轻的 但是 刚刚好 年龄 是 走在 就是一直往前推的 刚刚好 比如说像到了一瓶这样的年龄啊 他要走向衰老的这个基因表达了 年龄了怎么办 啊 那我们其实有我们的办法啊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用成 或者用成分 或者用科技啊 或者用什么技术去进行干预 比如说我们对成分进行筛选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衰老的这一组 去用不同的成分啊 那不同的成分 它会对基因表达产生不同的影响啊 那这里面大家看 有五个成分啊 列举了五个成分的基因表达的影响 就是也分别还要用刚刚基因芯片测一测 那测下来大家说 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哪个成分啊 大家可以在这个屏幕里抠啊 就是在在在这个对话框里抠啊 我相信大家都会选择四对不对啊 那恭喜你 那我们其实科研工作者所做的工作就是这个 这个成分四选出来 当然我们用筛选了成百上千个成分啊 那去从这里面寻找到合适的成分 那这个成分呢 有助于让这个基因表达啊 衰老的基因表达跟年轻的 本来应该衰老的 但是他去进行一个调整 跟年轻的更为一致 于是呢 从根源上对我们的生理状态进行调整 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到这样的成分 可以帮助我们更年轻 当然一个成分的作用还不够 我们筛选出了很多的成分去进行一个 对我们身体进行调整 对不同的方面进行的一个调整 啊 那 谢谢大家